在中华拳击总会的努力下 台湾在今年的1月中成功升起入OPBF东太平洋拳击协会 隶属于国际四大拳击组织WBC这次的加入 可说让台湾职业拳击迈出了一大步 而WBC权威裁判也特别来台 进行专业的培训课程 加速台湾的职业拳击和国际来接轨 WBC权威裁判在中华拳击总会的邀请下 远从加州的圣地雅各来台进行专业的裁判课程 要将OPBF东太平洋拳击协会 国际职业拳赛的相关制度 从裁判选手选拔等授课 吸引了全台的拳馆选手跟协会的来共同参与 职业拳击赛事上面的话 他们每一个跟比赛有关的人员的角色 都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义 而且甚至要发证的 所以像我们今天上的是累台的裁判 累台裁判refering 他也有他的制度以及他的审核的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学习 所有职业拳击裁判该有的知识 以及该有的一个资格 在中华拳击总会的努力下 台湾在今年1月中 成功申请入OPBF东太平洋拳击协会 而这也是隶属于国际四大拳击组织WC 让台湾的职业拳击发展再迈出了一大步 因此开设授证课程要优先建立WC认可的裁判制度 并在台湾培训新秀 他认为说拳击裁判 就是场上裁判refering这块 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保护选手的安全 对 因为职业拳击的话 它是一定会有一定的风险性的伤害 而场上裁判最重要的就是要 讲求比赛的安全 以及比赛的公平公正性 国内有非常多的体育专校 那他也培养了相当多的出色的优秀的职业 那个拳击选手 但是都是属于亚运以及奥运这部分 那他们打的规则是三分钟三回合 所以我们称之为业余拳击 那职业拳击的话呢 它有不同的程度 那一开始的话是四回合战 六回合战 八回合战 十回合战 以及拳王赛十二回合战 那也是每一分钟 每一个回合都是三分钟这样子 通过讲习跟测验者 就可以取得OPBF正正的专阶裁判 也期盼在双方的努力下 让台湾的职业拳击可以加速与国际接轨 而未来选手比赛成绩 也渴望登陆在国际职业联盟上 有机会来挑战国际拳王雕带 整个话台中才碰不到 这些比赛的取得好 就算帅王雕带 就算帅王雕带 一分钟 ули不弄 这是